我是Size的朋友 也是你們的NCGA KMC 君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前面兩位一臉狐疑的說 阿是要送什麼 我也不知道 便利商店 酒類為各位開箱 2023年Q2進入到重點季節了啦 五六月就是重點季節 因為那個Seven那個什麼 啤酒節 開始進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的啤酒品項比以往多 我一...一瓶吧 講的名字要疊到一瓶 一瓶吧 但是我這一次選的是很掙扎的 就是我們之前像我們淡季的時候 比如說上一集淡季的時候 選的很輕鬆 因為就只有這一些 但因為這一次我其實選的 其實我大概最少還可以再選到十六十七瓶 只是因為我覺得 沒有想那麼痛苦啦 換我回想到日本的感覺 好飽 我的肚皮要炸開了 先框一下全家 前面我們不是一直在靠腰全家說 你們啤酒上面有爛 這一次有進了新的東西 我記得這一次是五比四 Seven我只選了五 然後全家我選了四 看起來都是有趣的品項 而且我今天幾乎都是不同國家的 先來個輕輕鬆鬆的一九六度C 強烈青蘋果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要急 不是輕輕鬆鬆拿9%這樣 對 輕輕鬆鬆是青蘋果的意思啊 輕輕啊 鬆鬆 我們咬死了 太謙強了 第一個 第一個 三德利 五月十六號上市 九十九元 我覺得以9%來講九十九元 這個售價 定價上完全沒問題 然後據聞它是用整顆青蘋果靜置酒 然後去粉碎以後跟它一起做的 味道感覺會是不錯啦 好不好 來 試看看 前中段 喔 棒的 尾段 激烈了 它是你以前做那個 MORUGA的一個方式嗎 YES 有一點現金 你不覺得很像是 蘋果西達加Vaga 就是吧 對 我覺得 偶爾買買啦 的確 偶爾買買 再來是 進到7-11的啤酒季了 就再來 紐西蘭來的 紐西蘭西岸雲霧IPA精釀啤酒 因為是啤酒節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蠻多 正啤酒商品 因為以往我們可能想說 要給一般不喝酒的人 所以會很多那種水果啊 一瓶而已 氣泡 氣泡調酒嗎 但今天蠻多瓶都是 正啤酒 紐西蘭西岸雲霧IPA精釀啤酒 79元 在今年6月 於7-11上架 這是海泥跟進的耶 5.5% 小小的蠻貴的 進口啤酒都在 進口啤酒 進口的這個 喝多一點 不是太多了吧 為什麼我得意比較多 沒有啦 我是這種人嗎 沒有 他的特別多耶 他喜歡喝啊 我是這種人嗎 對啊 你是 不是 聞起來就是IPA精釀味道 IPA 哇好喝 唉唷 這瓶有料耶 我覺得這瓶介於你跟我都可以接受的 一個平衡點 他很像你去譬如說 台湖精釀或者這些精釀啤酒吧 直接拉出來 對 然後因為他的 他前面有寫Tropical 所以他其實帶有一點水果感在 然後他的精釀IPA味道 我覺得很細耶 其實酒圓 我覺得如果你有預算 是 大量購買 我覺得這一瓶完全給過 就是不管你敢不敢喝IPA 你喜不喜歡苦的 或是幹嘛 我覺得他是你喜歡啤酒的人的話 絕對可以接受的味道 甚至是你可以試試看IPA的風味是什麼 對 輕量 輕那個 輕 輕IPA 我一直想打嗝 輕量級的 輕量級 來 這一瓶是 Coverland調酒 跟之前的 不太一樣 這好像是一個新的品牌 也是6月初 這一瓶7%99元 他寫From Bar to Camp 也要想表達應該是說 你在裡面可以喝到 像是調酒吧會喝到的東西 那我又喜歡橘色 試試看 對 你真的蠻喜歡橘色的東西 因為它接近金色嗎 不是 太牽強了吧 不是嗎 這太牽強 沒有吧 就喜歡橘色吧 那我應該要更喜歡黃色才對阿 那你喜歡黃色嗎 我喜歡阿 這個百香果的味道很濃喔 還行啦 重新修正一下 這一瓶不能當作是 啤酒類或是氣泡飲 它比較像是罐裝調酒 它是罐裝調酒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只是我們前面喝啤酒 突然間腦袋轉不過來 如果以罐裝調酒的味道來講 我認為不差 算平衣進來 因為它聞起來很甜 所以我剛剛腦袋一瞬間 會以為是那種 很像日本果實酒那種 對對對 超甜系的 結果它沒有 它反而是 比較像調酒 調酒啦 味道算平衡適中 99元罐裝調酒 還可以 絕對不排斥的味道 跟我覺得 加一兩塊瓶塊 應該更棒 再來 又是不同國家 這個是維大利 意大利 Is it good to drink? 你看賣到菜 這是意大利的 這一瓶酒精濃度5.2% 意大利的琥珀精釀 啤酒 進口商的名字很好笑 好食物啊 它叫古德福 它是古德福嗎 古德福 古德福 而且就在士林區 在中城路很短 很近 聽起來像YouTuber 古德福 滿像的 而且是美食評論家 對 這一瓶也是79元 來自意大利的精釀啤酒 試試看 這一批他們做的精釀 進的精釀啤酒酒精的精釀 好多半定價都是79元 但因為它會有折扣啦 這三件多少折 三件七九折 還是什麼三件之類的 它那個夏日啤酒節 都一次都一定要買三罐 對 我覺得聞的時候 賣味很重 啤酒花的味道是重 可是喝下去的時候 卻很清淡 它有一種不乾脆感就是 應該是 氣泡系 啤酒順 口感俐落 不然就要是 氣泡粗 味道濃 口感黏稠 你說像你的啤酒嗎 等一下我的口感黏稠 味道重 確實 確實 對 突然提到自己 我又想了一下 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欸 你那個 喝到半瓶以後 會膩耶 就是它 好像就是 比較適合配東西 我說 靠腰從頭到尾 它就是要配東西吃 它就沒叫你單喝嘛 都沒在看影片對不對 對他們真的沒在看 好 anyway 第二話 隨便 然後 這一瓶是 氣泡粗 味道要淡 口感濃稠 覺得一種 的感覺 沒有這樣 或是 但它有一個它的平衡感 我覺得這一瓶給的評價是 可再思考 再來 這是第五瓶 這個是7的最後一瓶 這個是泰國Cheers 鮮羅白啤酒 酒精成分4% 售價 酒精濃度4% 你不要急我現在還在念資訊 酒精濃度4% 售價89元 你看人家很故意 它的包裝很泰欸 包裝很泰 我跟你講 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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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 我們這邊有一個魚很漂亮啊 泰泰我好喜歡你啊 我覺得微妙的點是在於 白啤酒這麼輕這麼 偏甜的口感是合理的 但它有點太輕了吧 我覺得它味道最重的是在泡泡 對 它在前段很重 對 它那個泡下去有那個白啤酒的甜味 它有一點香料味道欸 你是不是刻板印象 我用筆桶西 是不是刻板印象 真的啦 真的你再喝一點 是不是 它是不是刻板印象 欸 這有蝦醬空心菜的味道 不是那個蝦醬啦 它一根一根很長二個名字 香茅 香茅 89元鮮羅白啤酒 可以想想 啤酒節選的都很 見仁見之 個性很強勁 對 沒有幾個是那種 你也覺得好喝嗎 你也覺得好喝嗎 我也覺得好喝嗎 唯一大概就是那個啦 只有那個紐西蘭雲物啦 後面兩個義大利的跟這個都是 我覺得喜好非常分明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對 有人快飽食了 我剛 你知道我剛就貪了 你知道嗎 又吃了一碗半碗 沒有我剛 我媽就做了就是 就是燉肉 燉它的滷肉 旁邊邊鞭角肉 所以是豬五花的軟骨肉 去燉 跟雞湯一起燉 那個軟骨肉 沾一點點那種白醬油 哇靠 超好吃的 我一本來吃了七八塊太多了 七八太多了 那不是燉的好不好 那是過分的嗎 你那個不只燉好嗎 你那個不只燉好嗎 你並不是說我多吃一兩塊 我剛好吃六七塊 對 因為那個軟骨那個 太好吃了 不是 你這也是要說我去吃滷肉飯 我燉的我吃了四碗 就像你以前吃那個什麼豬頭皮 我現在吃多一點 我就三盤 三盤 來 接下來進入到全家 這個是 是 扣錢 怎麼沒唱 可惡 然後他說這個是他們的十周年的商品 然後是台灣方請日本代為研發的 所以這支是出給台灣的 它的風味是蠻果冰風味 你說蠻果嗎 對 蠻果冰 這支出為有勘階的 定價五十二元 然後三趴 然後這支應該是四五月的時候出來的 包裝真的很強耶 花石端也是台灣的 對 但我看到它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想一個問題是 芒果風味 跟芒果冰風味有什麼差別 會多一點電乳的味道嗎 我們先討論再喝 大家覺得怎麼樣 因為芒果風味就是芒果味很重 芒果冰風味我假想芒果也是很重 那芒果冰多了什麼風味 我不知道我覺得它可能做比較清爽 就那個水果甜度應該要降低 我再採還是 我再採 好 芒果冰的味道 芒果冰 我覺得是你們講的沒錯 其實跟你講的不是一樣 這不要清爽 因為我們之前講的喝過水果類的話 它的水果的甜味跟鮮味會很重 但因為那樣子反而我們覺得太重了 跟它最後的那個 跟那個Vaga味沒有融合一起 但這個做成這樣子啊 這一瓶啊 大家給我買 No problem 再喝一點 而且瓶子也很可愛 嗯 值得收 欸喝起來真的是有點符合 我早期對吼吼有一個喜好 嗯 就是清清清清清清爽爽的 然後水果風味很棒很強 我覺得這瓶真的不錯 52塊定價又漂亮 OK 給過 再來是全家 這一瓶呢是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2011年創辦的魔法石酒賞 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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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次是英國魔法石右香愛爾啤酒 包裝 超好看 而且我非常喜歡看到啤酒罐 上面是黑的 這個黑布隆東的啊 很漂亮 79元濃度 5.5吧 哇 都79耶 嗯 我搭我槍號就是搭只能定79 這樣以後 這樣拿來選就不會有問題 這樣我們才能公平競爭喔 就不能再以定價取勝 喔很香 很香 又香 又甜 又出現了一瓶跟我腦袋想像不太一樣 不過 又香又甜又苦 又苦 不過我覺得它的反差膜有點意思啊 我本來剛剛腦袋喝下去的觀感原本的事情就是 柚子香 甜 你知道嗎 就柚子香 蛤 苦啊 還是英國的柚子根本台灣人吃柚子不一樣 呃 有可能喔 應該說 它是真的啤酒啦 嗯 台灣人對於柚香啤酒的想像是 甜的氣泡酒 但這一支是真啤酒 說實話 我不討厭 好喝 我覺得也是不錯 但是今天的啤酒真的都非常的有個性啊 各懷鬼胎啊 各懷鬼胎啊 你知道嗎 就是 每個人都刀一把手裡劍出來啊 你知道嗎 我每個喝下去都會想說 欸應該是這樣 我喝下去 嗯不是這樣 欸應該是這樣 嗯不是這樣子 我蠻喜歡的啊 好 再來這一支也是全家應該是六月近的 這一支是 澳洲 沒有我今天真的 剛好都不同國家 澳洲 威爾森經典 淡愛爾啤酒 79元 4.2%的濃度 這集的標題叫全部79 哈哈哈哈 全79 看看 打打 謝謝 欸 皮特說一個什麼 有三好皮特就說 主書 主書啦 哈哈哈哈 為什麼它聞起來又有水果味啊 我們今天開始說 小平都很像金釀系的 為什麼會喝下去有咖啡味啊 菇茶味豆漿那種糖味 對 炭燒味 對 不難喝但我不太知道怎麼評價它 它很微妙 如果你今天喜歡古早味 炭焙咖啡 或者是 豆漿的焦香味 或是米漿的焦香味的話 可以試試看 小寶貝怎麼 你要這個要入鏡嗎 Hippo 那你給我Hippo 我 我讓大家看一下Hippo 喔Hippo在爬樹 在下邊這樣嚕欸 Hippo會爬樹嗎 Hippo會爬樹嗎 Hippo是什麼 Hippo河馬 Hippo會爬樹嗎 然後 核子才會爬樹 確實 謝謝你 確實 我覺得今天 那些酷酷的個性酒 都可以試試啊 因為我們真的很難 就我們平常 評斷的依據跟你講說 哪一瓶我認為多數人會喜歡 因為它的分重實在是 太顯眼 最後一支 一樣來自全家 越南第一 精釀品牌 YEST 它叫East West 但它中文叫做YEST 南洋艾爾精釀啤酒 79元 酒精濃度6% 包裝 不差 雷蛇 對 我買它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香 我覺得滿好喝的 但是尾段有點重 可能一般人不接受 它比較像剛剛前面的IPA的加強版 如果你這支喜歡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嗯 但 它的前段又是有點黏得很神秘 我覺得 英特 雷斯汀 欸 我也要講英特 沒意思喔 英特 雷斯汀 嗯 幫大家總結一下好了 就是今天的商品 我覺得 啤酒節竟然來盡量啤酒 我覺得個性都非常非常鮮明 鮮明到其實我沒有辦法 就我們每一集的一般評斷跟大家講說 你到底 適不適合你啊 喜不喜歡啊 因為它實在太分眾了 我們三個的喜好可能在這幾瓶都無法兜出一個選項 唯一今天我們真的我們認為絕大多數人 不管喝酒不喝酒都可以推薦的是 喉嚨永遠芒果冰大量購買 沒問題 然後Seven啤酒節竟然有西藍芸物 這瓶是有喝啤酒的大量購買 然後卡巴雷那一支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但因為它是調酒 我覺得整體表現不差 其餘的 大家 看到 聽完我的評語想一下 有沒有符合你的想像 再請購買 下一集見 這一季跟下一季應該是最強的 這集其實還是真的我很多東西沒選 就我還是很多 我都盡量選就是 真的很少見到的國家的品項 或者是Seven很難買到的國家的品項 這集是異國啤酒 對 異國 真的是異國 異國刺客 打完以後再把那個 大富豪抓來用一百倍經驗 不是打完啊 要帶大富豪去打異國刺客 起路旅人2沒有人知道 好玩神作 推薦大家去玩 跟薩爾達一樣神 太棒 好 支持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便利商店2023Q2 對我換來想到 我朋友做便利商店的 好像不只是他 蠻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啤酒的進貨 是看完我們的評語後再進貨 真的假的 你知道那個 唐雞克德嗎 有貼做恩錫菌推薦嗎 喔對 那個沒有 這好像是拿 我們那天去唐雞克德 拆買一些調味料 然後走到那個 咖啡酒那邊 網口 恩錫菌推薦 那你那一群每個都要貼了 可是其他東西是不是都賣完了 那個 冰沙 冰沙我沒看到 因為想說買個兩包 就沒看到 有被搶到到過吧 我氣得 難過 好啦 祝大家各位聲音輕柔 如果你們喜歡這些酒吧 別忘了分享 就分享我的頻道 如果你們的吃喝喝喝玩有趣 歡迎來信來信跟我說 再見